聯邦政府承諾在2030年之前 種植20億棵樹 不過現時進度稍微落後 美知輝也給你 自由黨在2019年的競選活動當中 曾經承諾在2030年前 將會種植20億棵樹 但過去兩年只種植了2900萬棵 現時只達到目標數量的1.5% 要實現承諾 政府需要在目前的數量以外 每年再種植多2億棵樹 即是每日接近54萬8千棵樹 但問題是 植樹在一行季節性的工作 不能夠全年進行 每年只能夠有4至5個月的植樹時間 自圓資源部長Jonathan Wilkinson表示 有望在10年時間種植20億棵樹 而種植20億棵樹的目標 是要促進氣候變化工作和經濟發展 創造數2000個就業機會 不過議會預算辦公室 在1月份的報告顯示 到了2030年這個計劃的花費 將會是自由黨預算的兩倍